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 它要等0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是要解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呢 有一件事情是 当你把你的Potential写成Rho 5Z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看到的是你的问题 你所要处理的问题 是跟用Rho 5Z 就是用圆柱坐标系统处理比 用直角坐标系统处理来的简单一点 你才会这样子写 才会用圆柱坐标系统来写 那这个 这个Laplace Equation呢 基本上面 它其实 它的General Function 也就是说它的General Solution的话 是你的Base Function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Base Function 那Base Function它的解的话呢 基本上 基本上 假设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二次维分 加SY分之一 Yプラm再加上E解这个S平方 Mu平方的Y是等于0 这个解的话 Y的解 所解出来的解 我们就叫做Base Function OK 那这个Base Function的话 是 换句话说 因为物理学家要解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常常遇到 所以它的解 我们所线 就是把它叫做Base Function 那 你也可以 你常常要用 譬如说 你在处理某一个问题 常常要用到一个解 那你最后 你把它那个解 把它变成一个非常 这个General的Form的时候 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名字 去命名 好 那基本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Base Function的情况 这个 Laplasia equation 的情况的话呢 我把它用 严助作标系统 把它表示出来 那它是Row分之一 OK 然后 RowRow 那 RowRowV RowRow 再加上 Rol平方分之1 Rolol5平方 再加上Rol平方5 Rolz平方是等于0 那他要跟他怎么样扯上关系 我们现在先不要管中间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是你最后的结果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下说 他变到他的情况 这是我们在第一个chapter 你已经就会了 那在理解这个equation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是你会常常遇到的 当我的potential要表称成Rol5z的时候 我常常这个系统的potential是什么 是严重对称的 对 那这严重对称的部分的话 有一个部分就是 你要处理的问题 你要处理的问题 换句话说 要处理的问题是 要么就是这个长度非常非常的长 你的potential呢 根本可能不是Z的函数 就是非常长的一个问题 就是非常长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种情况是 你的圆柱啊 这个管的这个管的这个进度呢 也就是它的radius 就是它的半径的话呢 跟它的长度比起来 那我们说这个管子是非常的细 所以你就会直接看到的是 你要处理的问题 即使你是final的话 那管子很细 这个就很长 在这一个区域里面 你几乎就可以把它当成是 是一个无穷长的管子来看待 OK 换句话说 我们不考量它的边端效应的情况 所以 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说 在我们的处理问题里面 它的长度 跟它的半径比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待 就是这个长度比半径 大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对应的 这个电场 可以把它视为 它是 Z independent Z independent 这件事情是 第一个 你要非常 verify的是 我们底下的解 就跟着这个假设 在走 换句话说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底下的时候 那我的V OK Zo Y Z的部分呢 我就可以把它直接写成 只有两个变数而已 那只有两个变数的时候 我的potential 对Z为分的部分 是等于零的 也就是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呢 我直接可以把它写成是 只有ro跟fi的两个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旦你是这样子的写法的时候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把分离变数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potential 现在只有ro跟fi两个变数而已 那我们假设 我们是可以把这两个呢 把它这个variable separation 你已经把这个variable 这个方法弄进来了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 你一旦把它 这样子的表示以后 我们把它带进来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带进来的情况 跟你在处理直角坐标系统是一样的 我们说对于ro为分的部分的话 那就变成是底平方 然后ro为分之1 ok 那你再把fi放到前面来这一项 因为它只是对ro 所以我们又可以把它拿到外面来 那这个呢 直接里面的变数全变中是ro的函数 所以你把它变成全为分 这是第一项 那第二项的部分 一样的 你这只有对fi为分 本来 你现在对fi为分的部分 前面的ro的部分放到前面来 ro平方分之1 这是等于0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ok 好 那这个equation呢 你在同时除上 你的potential v 所以我们在第一项的部分的话 就变成rro分之1 ro分之1 d底ro ro 然后ro ro 然后ro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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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第二项的部分呢 是y 然后ro平方分之1 比vy平方 这等于 那我再做进一步的 我说 我希望做的是 这里面全部都是ro的函数 这个呢 全部都是fi的函数 所以 我必须把ro平方 再把它乘一下 这项就没有了 然后这边多了一个ro平方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function of fi 这是function of ro 那这个等于0 唯一的可能是什么 它是一个常数 它也是一个常数 ok 对不对 这是 跟你在处理直角坐标系统是一模一样的方式 所以我说你们在直角坐标系统里的方式 你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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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换句话讲 我现在我就直接可以把 ro分之1 这个呢 一消掉 就是ro d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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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等于k平方 那这一项呢 5分之1 底平方Y 底FY 的二次回方是负K平方 所以你K平方 减掉K平方是等于0 就没问题了 那这两个方程式 一旦你写出来的时候 那你的答案 我们说 下面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的二次回分 是等于它本身 前面在一个 系数 负K平方 它解释是什么 Sine Cosine 所以你可以是Sine的 K平方 加上Cosine的K平方 A B 那有同学会问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 我们说这里可以是什么 这个可以 我现在是这边是正的 这边是负的 有没有可以说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正的 这边是负的 应该也可以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你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你现在处理的援柱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样的potential 我说它本来V5 你再把potential加2π 它是不是跟它的指要一样 对不对 即使是2nπ 它的指都要一样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假设这个地方是 假设这个地方是正的K平方的时候 那这个解 它不会是sine cosine 它是什么 hyperbolic sine 跟hyperbolic cosine 那在这样子的解之下 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要求 不可能 所以我们不可能会有这种解出现 我们只会有这个解出现 然后你因为你要解 你的解V5 要等于y加2π 我们把它带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我的ky 一定要等于2nπ f 我应该这样讲 我说 我把它带进去 我说我把它带进去 k5 sine的k5 要等于sine的k5加2π 所以你必须k乘上2π 它其实是2nπ n呢是整数 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k啊 不是随随便便的哦 k是什么 k是整数 这是第一个 换句话说 我们进一步把这个解 写得更详细一点的话 我会发现 我的potential y 它应该是等于a的sine n y 再加上b的sine cosine n n5 而n呢 1 2 它是整数 那为了我们要表示 不同的n它的solution是不同 我们把index加在这里 对应不同的n 它就有不同的解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解 k你已经知道它是整数了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你已经知道了 k是等于整数 那换句话说 我们接着要解的是上面这个东西 那鸡上面的东西呢 鸡上面的东西呢 我们看到的 r 柔分子1 ok d 柔 然后 d 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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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它应该要等于n平方 然后把它整个把它 嗯 一项一项 除过来 d 柔的平方 r 柔 就是对它为分 就是对它为分 再对它为分的话 是等于 r 柔 好 实际上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呢 你主意看的话呢 你会觉得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是为分 是为分 两次 再乘上 r 柔平方 再 为分一次 还要再回乘上1 再剪掉这个 是等于0 你可以猜啊 看看 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不是跟 r 柔的n次方 它为分 它为分两次以后 它少了 2 密次 少了2 所以乘平方 乘平方 微分一次 少了1 乘平方 然后跟n平方 就有关系了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种解 有可能的是 r 的-n 也有可能 那 我们先让我们看 我说 r 的-n 的话呢 -n 乘上 -n-1 这是 第一项 然后就 r 的-n 那第二项呢 r r -n r 的-n -1 是等于 n平方的 r 的-n 那你看看 这边是什么 r 的-n 然后这也是 r 的-n 然后这也是 r 的-n 所以这个是 r 的-n 平方 再 加上 n-n -n 平方 是等于0 没有错 所以它也是它的解 那你 两个都是它的解 你要把它做 linear combination 这边是ab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c n dn ok ok 这有没有问题 好 那 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的 这个解 跟这个解 两个合起来 就是一个 general solution 的 是 的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我说 Zo y 我一定 一写出来就是 Zo的n 四方 那我把这一项 乘进去 甚至于 好吧我这样写好了 一项一项好了 在乘上 an 加bn 那这是呢 对某一个n来讲 所以我把n写在这个地方 那你把它乘开来的话 就变成Rho n C乘上它 的部分 我们用另外一个变数来 代表它好了 an' n' sine n' y 加上 vn' cos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的话呢 是他乘上他们 所以Zo的负n Cn' pran的sine的n' y 再加上dn' 'cos n' y 这是你的general solution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嗯 啊 啊 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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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我们还没有把物理的东西进来 OK 换句话说 你N 的部分 是在量子力学里面 它就是一个量子数 OK 那它也是一个 允许存在的能量 因为你必须要符合这个条件 N才跑出来的 规范的K值 你到现在为止 K都没有给你东西 K都没有给你物理意义 只是它必须要符合 你才出来的一个变数而已 这样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我说 我现在解出来的解 已经 一个general solution已经出来了 那这两个解 那这两个解 是不是都是存在呢 那要看你处理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说我们看我们的处理的问题 在SYZ 这个 Condition Coordinate 的部分的话 你的解 每一个解 是不是存在 完全是看你的什么 Boundary Value Proper 就是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去决定 哪一个解 才是你想要的 对不对 在这里也一样 在这里也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这一个解 这个解 ro n的解的时候 如果 我的问题 譬如说 我现在要解的问题 那我是含 ro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一项 ro等于0的时候 它是finite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一项 ro等于0的话 它带进去以后 它就是什么 infinity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一项 这有包含 ro等于0的region 它能不能存在 不行 所以 在这里面 一旦 如果ro等于0的region 里面的话 这个解就不存在 OK 同样的 如果 我要解的是 ro 在 某一个半径外面 好 我说B好了 那我说 ro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你的potential 还是要finite 你不能无穷大 那这一项 可不可以存在 一样的 这一项 ro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它就变无穷大了 所以 当 ro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这一个部分 前面半部的 这个解 也是不存在 这样了解吗 换句话说 你如果 你要处理 这个region里面的 问题的时候 你的解 只有什么 只有这半部而已 如果你要处理的是 外面的region的部分 你的解呢 只有 后面这个半部而已 提 那也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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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